新北市新店区昨天傍晚发生了普通重型机车死亡车祸 两名未成年的少年吴照骑乘需要打挡的普通重型机车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追撞前方资源回收车尾 两个人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送医后宣告不知 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5点多 新店区祥和路上的一辆资源回收车辆正在停等红绿灯 后方的机车骑士疑似因为刹车不挤给撞上 机车车头卡进了资源回收车底部 吴照骑乘机车的17岁六姓少年 还有后座乘客16岁罗姓少年 两个人捣握血泊没有生命迹象 救护人员将两个人送医急救 但是还是因为伤重宣告不知